我就觉得我是好狗命啊 神把我捡进来 摆做家具也可以 摆做装饰也可以 做狗也可以嘛 狗已经够好命了对吗 好狗命已经不错了 结果他让我做什么 儿子 你如果要掉到山谷里面 然后有一个人抓住你 你也这样抓住他 你在下面 他在上面 我问你 是你抓住他还抓住 他抓住你啊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看五福临门 我想没有人不想要五福临门 对吗 因为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华人有一句吉祥祝福语 就是五福临门 通常我们这样说 我们就很高兴说 哎呀 五福临门 我想问一下在座 谁知道五福临门的是 拿五福的请举手 你看我就知道不会有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当成一个吉祥语来用了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五福临门是拿五福 请不要用Google查现在 拿手机我就担心 我就怕你们查 所以我先把你们查好了 他是语出书经红范 这个五福其实还不错 一约就是一是什么 一约瘦 长寿 要活得久 二约富 富裕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使用的财物 三约康宁 康宁就是身心都健康 还不错 古代的人很会想 三约康宁 四约优好的 优就是培养的意思 就是培养美好的品格 五约考忠命 就是要死得好 因为长寿不一定死得好 对吗 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医生 有一个医生告诉我 现在医疗越来越进步 人类最后的那一段日子越来越可怜 因为时间拉长了 以前平均三年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平均要十年 所以我认识的那一位医生 他是全球知名的胃癌的全球的专家 他六十五岁 他就裸退 而且他退到什么程度呢 他是国家特聘的 什么 国家的什么 我们国家最高的是卫福部 特聘的什么 医院要给他做什么顾问 他什么都不要 他说我一生跟胃癌的病人相处 看到他们最后的日子 我想我就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我自己好好过我的下半生 他就开始过 早上睡到醒 自然醒 然后去散步 想吃饭就吃 慢慢地过生活 他告诉我他还看报纸 我说现在还有人在卖报纸吗 他说可以慢慢翻 他说因为你那个 用手机看速度太快 太紧张 所以他说考终命 就是最后死得要好 你觉得华人古代的智慧够不够啊 你们想不想要 很难 那我们基督徒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有什么福气呢 我突然发现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福气 我们就享受不到 或者你正在享受那个福气 你并不知道 听得懂吗 那比你根本没这个福气 还更不幸嘛 对不对 因为你都已经在享受 你却不知道 你有这个好命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 五福灵门 还是真的五福灵门 真的五福灵门 哎呦 怎么就把我弄上来了呢 我有动到吗 没有 我们来读三节到十四节 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意志 所喜悦地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 儿子的名分 我们借着爱子的 写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 每一教我们 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我们也是在他里面 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 谁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 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他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取的圣灵为应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属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 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完整 神要给我们的恩典 这里面真的是有五个恩典 等一下你走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带走 所以我为了帮助你带走 要你背下来 你放心我有这个办法的 我让你背得下来 五个带回去 让你可以常常享受这五个恩典 这五个恩典已经给了你 可是你却不知道 就好像你有一笔钱在银行里面 你却从来没有用过一样 那一旦明白了这些恩典 你就会常常说 我有这个恩典 我真的可以享受 可是这一段圣经非常的困难 这一段圣经历代神学家 在研读研究了解思想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辛苦 很不容易明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没有分段 我们在以前在考 国家考试的时候 考国文里面有一个就是考分段 考分段你知道吗 要打斗点 打句号 打什么 打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样 你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 你能够断句才表示你懂 如果你连不能断句 你就不能懂 对吗 那这一段的困难在于 它无法断句对于我们而言 因为它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了解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原来三到十四节只是一个句子 只是一个句子 因为这个缘故到底怎么样能够把它讲解清楚就很困难 我上个礼拜有提到说 我第一次详详细细地读以弗所书 讲解以弗所书是在三十二年前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就研读了很久 怎么分段都没办法以后 我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 我就从头三节到十四节就念一遍 就再念一遍 就再念一遍 念到非常顺以后 我才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各位 我念了几十遍 注意听 连续念几十遍之后 我发现一个怪怪的事情 怪怪的事情 什么怪怪的事情呢 就是三到十四节这么长的经文里面 只有十三节很奇怪 十三节怎么很奇怪呢 十三节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你说这节有什么奇怪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从三读到十四 你不会觉得这节奇怪 如果你从三读到十四 就觉得这节很奇怪 因为三到十四节 所有的代名词都是我们 只有这一节是你们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保罗不是那个随便写的人 你知道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你知道律师也好 教授也好 他们写文章 他们不能有代名词的错误吗 因为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是我们 你们是你们 他们是他们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当保罗写出你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了大家能够真的 能够相信我所讲的 我们来念一遍 凡是代名词都你们念 其他的我念 那这样你们很轻松吧 听得懂吗 出现你们或我们的时候 就你们念 不出现你们或我们的时候 就我念 这样听得懂吗 你要知道在我们教会 脑筋不清楚的人是很辛苦的 我念了 那我们要念得很顺 好像一个人念一样 这样可以吗 请你们不要抢我的 我也不抢你们的 我们尽量 好不好 运送战归于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 使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又因爱 就按着自己义子 所喜悦的预定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 借着爱子的血得蒙 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每一教 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 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取的圣灵 为印记 这圣灵是 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你们读完了对吗 是不是只有第四三节有你们 我问你 我们跟你们差距大不大 很大 很大 那等一下我要讲更奇妙的事情 但这里有我们和你们 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保罗在讲我们的时候 是在讲他跟 一些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 所发生的一些事 对不对 可他突然转过来说你们 他为什么转过来说你们呢 所以保罗 把你我分得这么清楚 他到底主要要讲什么 保罗在这边是要提醒 以福所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 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也信了基督 这真理的道就是 你们得救的福音 在这里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就是真理的道 对吗 按照语义 那那个道就是基督 接下来圣经又说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这里有一个真理的道 就是那得救的福音 同一件事对吗 也信了基督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就是五福灵门的总纲 总纲是什么呢 总纲就是听神道 信基督受圣灵为印记 听神道 信基督受圣灵为印记 一章三节 我们起来都预备 请 愿颂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里讲到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是冒号 换句话说 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 就是在讲这个属灵的福气 对吗 我现在帮你们断句 因为你断句断完了 你才能够明白 不然我们这里 有很多各样学问的人 你要知道 只要用文字表达 一段断句错误 你整个的影响会很大 所以第四节到第十二节 是在讲那个 天上属灵的福气 那么如果这个是 天上的属灵的福气 是这些东西 那么十三节十四节 我们再来念 预备 请 你们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 是我们的基业的平均 只能到神之灵配属 使他的荣耀得到真正 所以三到十二节 或者是说四到十二节 是在讲属灵的福气 属灵的福气 就是真理的本身 属灵的福气 就是真理的本身 就是那个要给我们的 我现在偷讲一句 就是那个五个福气 因为你一记 一堆的东西 你搞不清楚 所以你把它拆开来 变成五个 你就容易记 不然的话你记不住 这个福气是一大堆的福气 可以分成五个 这个是神要给人的 保罗在圣灵光照之下 一口气把神要给我们 所有的福气 就是五个福气 一次给你 他一次讲清楚了 他打成一包说 这个给你 可是怎么样拿到这一包呢 他是要信了基督 意思是透过基督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 所以属灵的福气就是what 什么是属灵的福气 那how就是如何得到属灵的福气 就是透过基督 然后就有一个结果 result 有一个结果出来就是 受圣灵为印记 来 我现在把它形象化 现在有一包东西 你要怎么拿进来呢 你要拿进来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拿进来之后 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记号 就是说你有圣灵在里面 盖上印说 这就是那个 这样听得懂吗 好 我现在把它一段讲完了 那重点我不讲得那么麻烦 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太辛苦 总之 我今天要讲五福灵门 五福灵门 到底哪五个福气呢 五福灵门的五福是 哪五福呢 第一福 你放心 我会把你背下来的 那你一定背得起来 只要你专心听 第一 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来读第四节 来读第四节 预备 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你不要太激动 那为什么叫我自己 不要太激动呢 因为我每次讲到回去 我大家就跟我说 你太激动了 那为什么今天早上 我告诉我自己 不要太激动呢 因为我今天早上 要告诉你们一个 我认为这世界最宝贵的东西 而且这五样又可以数得出来 那我一想到就高兴 我一想到就高兴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你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第一个 神要给我们的福气 就是祂拣选我们 祂拣选我们 你说这是什么福气啊 这边讲到一件事情 是神拣选我们 第一个福气是 神拣选了我们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你说啊 为什么是很大的福气呢 我告诉你 因为还好不是我们拣选了神 是神拣选了我们 如果是我们拣选了神 我们就会换神 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因为是你选的嘛 所以你可以换嘛 但是如果你是被拣选的 那就是看祂换不换 对吗 我告诉你 因为神做事 祂不会金拓逝金非 或拓非金逝 祂不会 祂下了决定就下了决定 所以还好是祂拣选了我们 你知道这个对于一个 自我反省很深的人 是一个多大的保证 因为是祂拣选了我们 所以我不会拾去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是我拣选了祂 那有一天我会放弃 我会放弃 而且神拣选我们这件事情 让我们更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稍微想想 就会知道祂记名之为神 祂记名之为神 基本上就是找不到嘛 对吗 听得懂吗 我就跟你们说 在我们教会聚会 脑筋要清楚才行嘛 祂如果是神 你还找得到祂 祂就不神了 不然怎么会有 神龙见首不见尾呢 不然我们怎么会说 神出鬼没呢 祂既然是神 你就找不到祂 你就找不到祂 所以不是我们拣选了神 是神拣选了我们 我因为以前在大学教授的时候 需要研究台湾的民间信仰 台湾的民间宗教 我告诉你 我对台湾的民间宗教是很了解的 最近欧华跟我说 李长老你要不要把我们开世界宗教的宗教比较 宗教比较 我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我在台湾的庙里面 我走进去能够告诉他这个庙是拜什么 怎么拜 我是这么厉害的 有一次我进到一个庙里面去的时候 我进去庙里面说 我就看他怎么这样呢 我就去问他们说 请你们住持来一下 他就住持来 他就说 请问有什么 我说 我说 你们主侍神 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么专业的名词 对不对 主侍神跟陪侍神 主侍神就是说 这个庙里面 他一定中间有一尊 旁边有两尊 这样听得懂吗 主侍神跟陪侍神是不能放错位置的 就是你主要拜的那个神 跟旁边两个是陪他的 所以他大小先都不一样 我说你们怎么把主侍神 放到旁边去 把陪侍神放到中间呢 这个是不合规定的 他说因为呢 这么多年来 拜主侍神都无效 拜陪侍神都有效 所以我就把它移动 我们就把它移动了 我说你不能移动这个东西 因为人家是有规矩的 这个中国民间信仰 它有一个总表 从玉皇大帝开始 然后有各文官武官 还有中央官地方官 我不是开玩笑的 还有地藏 听得懂地藏吗 就是下面阴间的部分 所有的神 他都是有位置的 你不能随便拜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不能这样拜 那我再问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千里一眼 跟顺风耳是跟着谁的 跟着妈祖的 不然妈祖怎么会知道 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他有千里一眼 跟顺风耳 所以这个都是有规矩的 可是这些都是 你人化的方式找到的 可是当你讲到 真正神的时候 如果他能被我们找到 那他就不是神 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里说神拣选我们 你要知道哦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是神来找我们 是他选了我们 不是我们选了他 因为我们找不到他 好 就不要管说找不找得到了 我还来讲一点 我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找神 我们不仅不愿意 我们不仅找不到他 我相信如果你稍微 再清楚一点点 我们也不愿意找他 了解吗 我们不愿意找他 因为他如果自真自善自美 你有事没事去惹他干什么 因为我是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是一个不够的人 如果你常常想 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 你永远不够 你永远不足 刚才唱诗唱了一半 后来我就坐下来 因为我怕上来讲道的时候 一直哭 因为刚才唱到一首诗歌说 我没有金钱跟财宝 对不对 重点不在金钱跟财宝 他后面说一句话说 我没有这些献给你 我只有把我自己献给你 不是 我们现在倒过来讲 假如我是神 你们说你要把你献给我 你猜我要不要 我才不要你呢 我是自真自善自美的神 我为什么要你啊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当我在那边唱的时候 我就说 我可以献给神吗 祂会要我吗 那但是我为什么会哭呢 我为什么会感动呢 是因为我知道祂会要我 我不配祂会要我 所以我告诉你 没事别找神 祂是自真自善自美的神 你就不要找祂 因为祂不应该理你 我不仅研究东方的神 我也研究西方的希腊宗教里面的神 问你希腊宗教里面的神 是不是每一个神都有缺陷 听得懂吗 因为在希腊神里面 不能没有缺陷的 没有缺陷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敢亲近祂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第一 祂什么了我们 这样听得懂吗 你如果要掉到山谷里面 然后有一个人抓住你 你也这样抓住祂 你在下面 祂在上面 我问你 是你抓住祂还抓住 祂抓住你啊 这样听得懂吗 如果是你抓住祂的话 你一定有一定会没力气 但如果是祂抓住你的话 祂只要够力气 你就不会掉下去 所以神拣选我们 这个是很大的福气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神拣选我们 祂的拣选不会错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边 你看 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对吗 这是一个描述句 如果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是 动词分词什么 很多的麻烦 我就不要讲那个 文法上面的问题 这个是说神拣选了我们 是祂决定的 而且 祂的目的是 叫我们有一天 在祂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这个是地位上的利己 这个我们放一边 因为地位上 是很难明白的 但是在过程当中 你会知道 神的目的是 让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换句话说 神要我们的过程当中 最后变成一个 没有瑕疵的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有一些人 很 很 很疲 而且很 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就反正我犯错又怎么样 我就是你儿子 我要这样 你要怎样 对不对 这是一种很疲的孩子 很疲的孩子 你不要忘了 神希望你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另外一种孩子是 很怕得罪父母的孩子 他就一天到晚说 我做错了 你会不会责备我 我做错了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知道孩子有分这两种 对吗 这两天 这几天 李真的儿子跟女儿 在我们家 他们家两个孩子 就是两种样子 老大永远觉得 自己是做得不够好 他一点点的问题 他就跟妈说 妈 对不起 妈 抱歉 Sorry 他妈说没有 你这样子很好 他一弹一个音说 妈 Sorry 你听懂 我讲吗 另外那个儿子 坐在钢琴上面 死不弹 你懂吗 就一直炉 一直炉 一直炉 炉到后来 时间到了 他就下来了 就觉得自己 你知道就有两种 基督徒也有两种 有一种是 一直觉得自己有问题 我要告诉你 神是结果让我们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所以可以错 放心 但下次错的频率降低 可以吗 错的次数减少 强度减弱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很皮的有没有 那种我要告诉你 神对你是有目的的 所以五福灵门 第一 这样清楚吗 神什么 好 为了要让你记得住 现在把门去掉 第一 神 神拣选了我 神拣选了第二 第二 第二 那拣选我们 要做什么呢 神拣选我们 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拣选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 我们读五节六节 预备 请 又因爱 我们就按着自己 一指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这里提的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呢 就是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以为神拣选了我们 就是把我们从外面 拣进来嘛 对不对 你从外面拣进来一个东西 拿来做什么 做家具 有没有可能 从外面拿一个东西进来 做家具有没有可能 第二个做宠物有没有可能 但是神不是耶 神把我们拣选进来 刚才我们讲 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好 我们认为自己有问题 可是神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做祂的儿子 你说做儿子是什么意思啊 弟兄姐妹 神不仅拣选了我们 而且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我请问你 什么叫儿子 好 你就算没有儿女 没关系 我告诉你 儿女是很容易明白的概念 对吗 因为你自己有没有儿女 你也是别人的儿女嘛 我问你 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这个儿女 是什么意思呢 儿子是指最亲爱的意思 最亲爱的意思 什么叫儿子呢 儿子是有生命关系 他叫儿子嘛 第三 什么叫儿子呢 儿子就有像他的意思 因为李正刚回来 所以我常常会想到儿子 平常也不想他的 他最近两个礼拜 住在我们家一家四口 那昨天他要走 那车子来了 他就下去了 行李放好之后 他就走过来 然后就抱我 就抱我 他就抱我 他就说爸爸你不要太累 我说 我说 我说好 我说我不要太累 那在过去这几天当中 我们常常在一起 他有事没事就来摸摸我 就碰碰我 就坐在我旁边 就挤一下 这个是亲爱的意思 听得懂吗 他已经大到自己有孩子了 明白父母是怎么的爱他 所以他现在已经会回馈了 他就是过来 碰碰你他也好 他抱着我 我就跟他说 好 我说你们在美国 也不要太辛苦了 是亲爱的 亲爱的 什么叫做儿子呢 儿子就是有生命关系的 有时候我开玩笑 我就跟秋娃说 你生的儿子 他说我跟你生的儿子 这是有生命关系 是有生命关系 所以那天吃饭的时候 他们说 有的人就说 那个李真像爸爸 又说又像妈妈 像来像去 还好像我们 不是像隔壁的老王 对吗 这就是有生命的关系 还有什么叫做儿子 儿子有像他的意思 昨天呢 他们就到机场去了 就到机场的时候 那我就说你们吃什么 那嘉宇就照了一张照片 说我们三个在吃牛肉面 那我就心想说 那么自拍三 那爸爸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说我没讲话 他就说 爸爸使命必达 爸爸就是李真 使命必达 他儿子要吃麦当劳 他就舍弃自己 吃牛肉面的时间 去买麦当劳 这样 那我就说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使命必达 这样子 但是 他们的回应是 你当然有 这个叫做像 好 我现在讲的儿子 弟兄姐妹 你最爱的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有儿子 就是儿子 然后女儿 一个儿子是一样的 我现在是省略 请不要有误会 就是儿女 有的人说 没有 我最爱车子 我更爱钱 因为我儿子 不太成财 不太成气 我很伤心 我宁可要房子 也不要儿子 你最好不要乱讲这种话 听得懂吗 因为很多人 自己要什么 自己想什么 自己爱什么 是没有比较之下 是没办法解决的 没办法想清楚的 等到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卖房子 卖车子 卖任何东西 就是为了把你儿子 换回来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事情发生 才会知道 到底是怎么结果 很多时候 爱是一个 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神 拣选我们之后 你注意听 神拣选我们 不是把他摆在那边 他要自己看好玩的 或是不是把他那边 养作宠物的 神让我们做他儿子 有一次我到我们教会 一个弟兄的家里面 一对夫妻的家里面去 那个弟兄弟妹家 我去过 我现在因为 也是时代 也是 我现在比较不常到 你们家里去 以前我在幕会的时候 从三十几岁开始 我是一家一家去看 所以很多家 我都知道 他们家的长相怎么样 那天我就去他们家 因为那不是第一次去 我就进去的时候 我一进去 他们家就有一条狗 扑上来 扑上来 那我这吓一跳 他们家没有养狗 什么时候养了一条狗 就扑上来 就一直弄弄弄弄 后来他就说 走开 后来我就说 你们家什么时候养狗了 他说我前不久 他前不久 一段时间之前 我在公园吃面包的时候 有一只身上都没有毛的狗 走过来 这样 就是要吃东西 他只好丢个面包给他吃 然后那狗就不走 他就丢个面包给他吃 后来就把整个面包吃完了 自己想说 我也 不是只有喂你包 我要吃吧 结果他就回家了 他回家的时候 那狗就一直跟到后面 到他们家 就到他们家 就不走 就在他门口等 他就叫他走 不要 他不要养 那狗身上脏 而且主要是三条腿 知道吗 有一条腿受伤了 可能是被 养的人就不要了 身上都是长满了东西 他就不要了 不要东西后来他就 那狗就不走 后来他就只好把他说 跟他太太商量说 我们就 干脆养他吧 就养 没想到养了出来之后 就把他洗干净 就放在家里面 慢慢养 慢慢养 他身上的毛都长出来了 原来是 黄金猎犬 是有人丢掉的 可能是因为他是 脚瘸了的关系 他们家人就不要了 就把他丢了 他就 哇 就很漂亮 就在那边跳 跳 然后就在那边跟我讲 后来 他就跟我讲 后来这个狗进来的时候 是 人家不要的 他把他收进来之后 给他吃得好 住得好 他说 这个狗没想到 越来越 越来越嚣张 爸爸妈妈 叫爸爸妈妈妈 你们养狗养猫都这样叫 爸爸妈妈晚一点回来 他还不高兴 还对着主人 一直叫 一直叫 后来竟然把他们家的 那个沙发 都抓了 这样子 我以为只有猫会抓 原来狗也会啃 这样 那天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他说你看 然后他说 你看这些沙发 都是他弄的 都是他咬的 这样 然后我就说 哦 因为他在讲故事 我就在听 然后就回头 就跟着这只狗 说你真是好狗命啊你 听得懂吗 好狗命啊 我那天都坐在那边 我突然被电到了 好狗命 我就是好狗命 我就是好狗命 五福里门第一神 第二给我们 儿子的名分 我就觉得我是好狗命啊 神把我捡进来 摆住家具也可以 摆住装饰也可以 做狗也可以嘛 狗已经够好命了 对吗 因为是没有人要的东西 好狗命已经不错了 结果他让我做什么 儿子 所以第三 来到五福里门的第三 那么第三是什么呢 神赦免我们的罪 第三个福气是什么呢 第一个福气是神 第二赐给我们 第三神赦免了我们的 第三个福气是第七节 第八节 来我念一节你念一节 我们接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至到他丰富的恩典 这里说我们借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做了神的儿女 我们还会软弱 还会犯罪 你知道这一个恩典 你一定要弄清楚 因为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这个恩典没弄清楚 所以让我前面花费了很多年 过于紧张害怕压力 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应该不会犯罪 听个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我是属神的 我怎么会犯罪呢 可是按着顺序 他先讲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这样听得懂吗 后来还说又赦免我们的罪 可见 收我们做儿子之后 我们还会犯罪 这件事情就是按顺序 就是可能的 明白了吗 我以前不明白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明白 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有两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 有上帝在我旁边 我是superman super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狂风暴雨 不会打到我 我有一个保护膜 后来那个超人特工队里面 有演出来 我就以为我是那样的 就是有个保护膜 他打不到我 第二个就是 我以为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再也不会犯罪 结果这两个我都发觉没有 你听个懂吧 所以我就对我儿子的名分害怕起来 如果我是儿子 我为什么还遭受狂风暴雨 不信的事情会临到我 第二我为什么还会软弱 还会犯罪 原来得儿子的名分是地位的问题 你是儿子 这样了解吗 但你还会软弱 还会犯罪 还会跌倒 还会遭受不信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里说第三 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这里讲到赦免我们的罪 是一个很奇妙的福分 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以外 当我们软弱 我们犯罪 神会赦免我们 我想你只要稍微了解 人世间神所创造的人的家庭里面 你就知道 我问你 做儿女的得不得罪父母 我现在不要讲父母对不对 父母对不对 那另外一回事情 我问你儿子有没有得罪父母 一定的嘛 一定的嘛 因为他不懂 他不是故意的 或者他有 他不是 他知道该怎么做 却做不到这种很正常 我知道要怎么做 我做不出来 我觉得爸妈对我很好 我要说谢谢 我说不出口 我做错了 我不要承认 这个都很正常 因为如果你了解这个事情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做儿子 跟做好儿子是两件事 对吗 因为儿子是身份问题 好儿子是表现问题 神是先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然后让我们慢慢的明白 然后表现出来 所以赦免我们的罪 他赦免我们的罪 其实没有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有罪 我常常在跟很多人谈的时候 他们就说你们基督教最讨厌的就是讲罪 因为你一讲就把我贬得很低 我就跟他说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佛教 如果你了解佛教 你就地位更低了 如果你知道各种宗教 没有一种被称为正教的 正教听得懂吗 正教就是它不是邪教 正教就是它是一个 大家都公认说 我可以不相信你 但是我不可以说你不对 这样明白吗 你们不能到人家的庙里面 说人家的庙不对 你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人家至少这么多人拜 这么多人信 人家也得到好处了吗 他有爱找你吗 你也不能说佛教的有什么错 因为他是正教 你可以说我信基督 可是你不能说你信的不对 有一次我在美国讲道 九几年的时候 讲完说有一个人跑到前面来 一个女的跑到前面来 穿得非常朴素 他就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你是我听过当中 对于佛教最敬重的人 他说所有的牧师 都把我们骂得一文不值 他说你是比较公正的 我现在不能批评 别的宗教的缘故 就是人家也是被公认的正教 对吗 里面正教里面有不好的人 有没有 基督徒有没有不好的人 很多嘛 很多嘛 所以我不会去批评他们 可是你说我们有罪这件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一个宗教说人没有罪的 只是基督徒特别喜欢谈这件事情 的缘故是 他希望 我讲的基督徒的希望 他希望你先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根本问题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基督徒就把这个拿出来讲 可是佛教就把他转一个弯 然后呢 就说 你有贪嗔痴 听得懂吗 那你一听听不懂就没关系了吗 我不跟你开玩笑的 你以为我是讲真的 他讲贪嗔痴 我告诉你 那个一个贪你就要轮回多少次啊 一个痴你就要轮回多少次啊 但我们还没轮回呢 你听得懂吗 但是我们就是笨 你知道吗 基督徒就是笨 我常常讲 不是你把它高举这个东西 你弄到个地步 大家都见面就不想谈你 可是 更大的一个恩典是 当我们第一五福神 拣选了我们 他就把我们赐给我们 儿子的名分 而且我们不是做儿子之前 需要解决罪哦 你听得懂吗 那只狗是拿进来之后 养进来之后才开始洗 才开始给它吃 才开始给它慢慢的越来越好 最后毛才长出来 这样了解吗 神是这样对我们的 而且不让我们当狗 是给我们做祂儿子 然后祂就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犯罪或软弱 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还没有信基督以前 跟信基督以后 都是会有的 你放心 你放心 你会继续犯罪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会犯罪 那是因为你对你的罪搞不清楚 我现在讲一个statement 一个句子 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一个基督徒信主越久 一个基督徒信主越久 客观上 客观上 他犯罪会越来越少 但主观上 他感觉他越来越多犯罪 听得懂吗 一个基督徒 他信耶稣 时间越久 客观上的罪 他越犯越少 但主观上 他感受到他的罪 是越来越多 假如我这样讲 你听得懂 你就是知道犯罪 就是罪 跟基督徒 跟上帝的关系 我在讲 下面这个例子 也是我常常讲的 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说 要去自由女神看 那我就觉得说 自由女神有什么好看的 到那个 礼物店 买一个自由女神 就有好了 对不对 而且有小中大 随便你 还可以坐钥匙环 还可以贴在 那个冰箱上面 什么都有 或者到法国去的时候 人家就要去看 巴黎铁塔 不是一堆 废铜烂铁 糟糕 我们这里有法国的人在听 有什么好看的 你知道 但是我这个话 还好不是我讲的 你知道法国人 以前讨厌 巴黎铁塔的 说这么丑的东西 也可以放在我们巴黎吗 后来没想到 现在它是巴黎的标志 他们就 那个是一个 一个博览会留下来的 他说这个 废铜烂铁 怎么可以放在我们这里 就变成他们的标志 所以 他们跟我说 要去看那个 自由女神的时候 我就说不要 他们说坐船 坐船到 因为我就跟他们 一直聊天 他们说快到了 就远远看很小 他们说很壮观 我说有什么好壮观的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后来 你知道 这个船靠近的时候 那个人 在那个自由女神的脚下面 就这样 自由女神这么大 在脚下面 它中间还有一层 你坐电梯上去 然后还有一层 上面还有一层 它的皇冠里面还有一层 我去看 金字塔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从旅馆 住着远远看金字塔 我说这样看很漂亮 他们说要过去 我说不用过去 这样看就好 跟明信片一模一样 可是等我到金字塔下面的时候 我吓坏了 它每一个石头 它是长宽高 长是很长 那宽是看不见 因为它看在里面 那高会 因为风石 那个风石的结果就显出来 你知道一块 如果我没有记错 差不多这么大块 也就是它的高 不是长 是高 这么大一块 所以你基本上 那个石头要多重 才可以这样子 一叠一叠叠叠叠 你根本看不到顶 如果你在里面 根本看不到顶 认识上帝也是这样 我相信刚刚来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定受不了 我们教会的敬拜 我常常很想说 把它关小心一点 好不好 你们知道 我们这里有新来的人 受不了我们 这么大声唱 可是后来 我想来想去 我也要公平一点 因为有人就是要 这么大声唱 那他为什么 这么大声唱呢 因为连这么大声唱 他都不觉得 他能够感谢神 敬拜神 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大家互相忍耐一下 但是我相信 有一天 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他太伟大了 他太伟大了 所以 当一个基督徒 信主越来越久 客观上 他所犯的罪事 越来越少 可是主观上 他的感觉 他的罪事 越来越多 我随便举例 我信主已经五十多年了 算是 久了 那很多事情 我也是 跌倒再站起来 跌倒再站起来 很多人不敢讲这个话 很多牧师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跌倒的比 不跌倒的次数还多 我们失败的比 成功的次数还多 我们犯罪的比 没有犯罪的次数还多 很多人说 李长老 你这样讲 会让我们软弱 不是 不是 你跟我一样 我也跟你一样 你要知道 我是人 不是神 我也常常做错事情 而且做错事情 我就觉得说 我怎么又错了 可是这个 我认为我错 这件事情 别人看并不太错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那为什么别人看不太错 我觉得很错呢 是因为我更敏感了 有一天我跟神吵架 为什么呢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们大家都关在家里 那就跟神有更多的互动 跟神有更多互动的时候 我就发觉神对我很挑剔 很挑剔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我就跟神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需要这样吗 后来我突然发觉 原来神以前是用公尺在量我 这样听得懂吗 现在突然改由公寸 或公分在量我了 所以我以前可以接受 是因为神说两公尺 我说知道了 现在神跟我说两百公分 你需要算那么仔细吗 所以这是我们个人主观上的感受 但是好消息告诉你 第一 神拣选了我们 第二 让我们做儿子的名分 第三 赦免了我们的罪 这件事情是第三个福分 第四 五福里面的第四个内容 是神让我们参与在祂的旨意中 第四个福气是什么呢 让我们参与在祂的旨意当中 来我们来读第九节第十节 预备 请 都是照祂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祂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做祂的儿子 而且在做儿子之后 我们常常软弱 祂还常常赦免 常常接纳 常常保护 当然太不乖 打打屁股也很正常 对不对 因为这样才知道真爱你 如果祂从来没有处理过你 从来没有修理过你 你不会知道祂爱你 好 不仅如此 第四个神的福气是 让我们参与在祂的旨意里面 我想因为你信主的时间比较短 我信主的时间比较久 我觉得能够靠近祂 都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 祂竟然说 要不要跟我一起工作 按我人来说 我是觉得不敢 但按我所得着的概念来说 这是一个荣耀 这是一个荣誉 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祂说你来参与在我的工作里面 你知道只有 只有当一个儿女 受到爸爸这么重视的时候 他爸爸才让他参与他所有的事业 参与他所有的思想 参与他所有的一切 上帝把我们找进来 救进来 不是摆在那边做装饰品 上帝把我们找进来 不是让我们做家具 上帝把我们找进来做他儿子的 可是不止如此 神还跟我们说 来 参与我的工作 我下面只是举例 请你要知道 我没有任何的立场 我只是举例 最近不是有一个 有名的法律案件宣布了吗 有一个遗产 张荣发的遗产 后来现在判决出来 我们先不管 这个判决的对错 或真实状况如何 我先不管 据说张荣发写的一个遗嘱 把他140亿的钱 全部留给他的 二房还几房的第几个孩子 叫做张国伟 对吗 你知道张国伟 其实做过长荣集团的总裁 也就是他做他爸爸的总裁 他做他爸爸那个 后来他们当然 就把他赶出去了 那他又做过 立荣的董事长 他也做过长荣航空的董事长 反正他们家里的 是先不要管 可是假如那一个遗嘱是真的 假如呢 现在法院认证是真的吗 那我们只能说它是真的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要管了 假如是真的 那你觉得张荣发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现在只是讨论 张荣发为什么这样呢 一定是张荣发觉得说 假如是他的 一定是张荣发觉得说 我遗产这样分掉不好 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让他可以继续我的志业 这样听我讲 这合不合理啊 你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吗 上帝把我们拣选出来 拣选蔡洪 拣选这个 这个 这个 Tony 拣选光桌 拣选我们所有的人 他是要让我们参与在他的 他的整个的 整个的计划里面 我常常跟很多基督徒说 他们常常很多人跟我说 你长老 神使用你 但神不会使用我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 已经跟你们说过 那个医生 对吗 医生传福音 比我们传福音容易多了 真的很容易 我们传福音很难 就好像你做一个医生 你要跟别人讲道 你也很难嘛 你那个懂吗 因为跨行了嘛 可是你传福音很容易 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 我知道我这样讲 你们一定觉得说 我能做什么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我不知道你能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你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能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你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该做什么 但是你一定能做什么 那个做什么得你去找 我没办法帮你找 我连我自己都找得很辛苦 我现在还在想说 我还要留在欧洲吗 我现在还在想说 那我这个工作要继续做吗 我也在找我自己的下一步 这样明白吗 可是这里神答应我们 第四个福气 你要讲这是第四个福气 那个福气就是神要给你的 这第四个福气 就是我们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 对不对 你也知道这个要找 这个要努力 但是他已经答应我们了 就好像我们华人的那个 五福的第四个 叫做 优好德 对不对 那个优就是培养 培养 也就是说你的德性是要去怎么样 培养的 好的德性不会自己跑出来 这一次我儿子媳妇他们回来 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 那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我的媳妇坐在那边 我就跟我 那天好像儿子不在 就跟媳妇说 我说 人自然而然 人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 都不太是好东西 听得懂吗 人自然而然 你一放松 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 都不是好东西 你要规范 或者你要有一个目标 或者你要有一个指导 你才会产生一个好东西 你要用脑子 才会产生好东西 你如果是自然的 产生出来都不是好东西 团体也是这样 团体自然产生的习惯 都是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文化 要必须有计划的做 有规范的做 所以要优才会有好德 优就是培养 这边也是一样 你要找到你自己 谁要你参与什么 我是说这是个福气 你能懂吗 福气就是你已经拿到了 你拿到 可是你要去怎么用 怎么找 这样讲得清楚吗 我应该讲得很清楚 我自认为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那我下次再改进一点点 五福灵门 我讲的四福 第一是神 第二个给我们 儿子的名分 第三不管你 是不是儿子 是儿子以后 他还赦免我们的罪 第四他让我们 参与在他的所有的事情里面 前几天我们吃饭 我们几个人吃饭 其实是福龙豆腐吃饭 坐在隔壁 我坐在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姐妹的隔壁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本来是怎么样 我们以前是读一样东西出来的 那他现在在这一行很有成就 那我就有一点点觉得说 哎呀我要是当时像他 我也可以蛮好的 我就这样讲 我就这样讲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的老师本来要我走他那一行 但是我就没有走 我就去做传道人 那后来那位弟兄姐妹 给我讲了一句话 我很得安慰 就是因为我老师曾经跟我说 在他离开这世界前 他曾经跟我说 他问我几次去看他 他年纪很大嘛 他坐在那边 他好几次都跟我说 李健 他说我想你是走对的路 他说你是走对的路 这样 那我还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我的指导教授 硕士指导教授 他看了我写的东西 他就跟我说 李健我要送你去读书 这样子 他就跟我这样讲 我就说老师 后来我就 好 我就 快要毕业主任 老师 老师我 我将来要去做传道人 所以我可能不会再花时间 禁修法律这样 然后他就 他有点吓一跳 但他本身是基督徒 他是圣公会的平信徒最高领袖 他是圣公会平信徒最高领袖 他就没有讲话 过了一会儿 过了不久 我又就跟他说 老师我 我说我这个论文写完了 我大概就是到这个地步 我等着要去读神学院 我要做传道人 那我的老师就跟我讲 他说 也好 他说也好 他说或许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更好 然后后来 他越来越跟我说 他说你真的走对的路 他说你所做的这个事情 产生的结果 不亚于如果你好好的走法律的路 听得懂吗 这叫做参与在他的旨意中 我到现在没有后悔我所做的事情 真的 我没有后悔 而且我还很喜乐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鼓励你 现在第四个福分你拿到了 对吗 所以你要在一个小教会里面 或者一个地方 找到你自己可以做什么 不仅在教会里面 在你的职场上面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 这样够清楚了吧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我们成了神的基业 我们成了神的基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读十一节十二节 十一节十二节 预备 请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那位行己意 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这第五个福气预定我们 这里说得了基业 对不对 得了基业就是我们得着神 可是他这里说 获益得获益成 这是以前古文 得了基业获益成了基业 其实后来的这个东西 是更我们明白的 得了基业就是我们把上帝 得成我们的基业 可是这样有点怪怪的 因为上帝是大的 我们是小的 我们得他做我们的基业 要做什么 我们已经参与了他旨意的里面了 所以这个得了基业 获益成了基业 就是我们成了他的基业 这个叫做考忠命 考忠命听懂吗 我刚才讲了嘛 就是好死嘛 善忠嘛 好死嘛 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了一二三四的时候 有一个结果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成了他的基业 我们成了他的基业 神给我们的福分是 我们成为他的产业 这个是神早就预备给我们的 我们成为他的产业 也就是神说你是我的 如果神说你是我的 你看 你们这些人都不会感动 对不对 神说你是我的 或者你可以代表我 或者人家说你是什么 你就回答说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 当神说你是我的的时候 我们就成了基业 这个叫做善忠 就是你知道善忠 我们不要把它讲成是死这个概念 善忠就是结果很好 结果很好 所以五个福气 来 我们讲完了 背出来 第一 神拣选了我们 第二 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第三 赦免了我们的罪 第四 我们可以参与在他里面 第五 我们成了他的基业 对不对 OK 这是what 就是五福 现在怎么拿五福 怎么拿到五福 秘诀 就是在基督里 我现在不翻经文给你看了 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圣经在写作的时候 上帝感动保罗的 刚才讲的那五个 每一个 它里面都出现一个词 就是在基督里 看起来你们又不相信我了 这五个里面 它每一个都有在基督里 都有在基督里 换句话 它说你要有这个福气 要在基督里 这个叫做通关密语 现在说的 你知道通关密语是很简单的 当你拿到通关密语的时候 你一通关 你一密语一讲就通关了 小时候我们叫做 看那个阿里巴巴语 四十大道 对吗 那个叫做什么开门 是芝麻 我以为是豆沙 你怎么叫好都不开门 你一叫芝麻开门 他就开门了 所以在基督里就是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被神拣选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 因着耶稣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就参与在祂的职业当中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成了祂的基业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今天把这个美好的消息 告诉你 我是还是有点激动 我相信我自己回去看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我太激动 不过我希望你可以得到这五个 记住了 得到这五个 享受这五个 这五个是神要给我们的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恩待我们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 其实当我们口里称 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说 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简单讲 但是不是只有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因为其实他有五个福气 要临到我们 是你拣选了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你 你所给我们 不是狗的身份 不是家具的身份 不是装饰品的身份 你给我们的是 儿子的名分 在基督里 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直到如今 我们常常软弱 你没有一次不赦免 我们只要一回到 你的面前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 而且你让我们 越来越多参与在 你的志业里面 你的事业里面 求你让我们 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越来越成为 你跟别人说 他是我的 主要我们也跟别人说 我是他的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 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同在 从今至到 永永远远